杨先生三十岁 来自安徽机电工程师 有请杨先生 王女士三十一岁 来自河南电商 有请王女士 有请 欢迎两位 你这小片里面说那个 我印象特别深的一句话叫 不是好儿媳 是吧 对 不是好妻子 不是好妈妈 怎么还不是好儿媳 放第一位呢 为啥呀 因为我感觉她不孝顺了 不孝顺 对 所以你要离婚是这意思吗 是的 是的 你看吧 毕竟我们家也不远 一小时路程吧 每次回家都是我一个人 你说爸妈他们 怎么不会心寒呢 其实我对他爸妈 一开始也是挺好的 也是很关心 气量的 但家里养了几只只鸡 我怀孕的时候 我不提他爸妈都不知道 主动给我杀一只给我吃 给我补身体 那时候我想吃鸡 我都不敢去买 我怕买了就是说让他爸妈难堪嘛 然后我都只能买鱼吃 但是最后我不愿意回去 就是因为刚开始我们收入也比较少 我想找一份工作 让他们到合飞就是帮我们带小孩 然后他们就是不愿意来带 然后一直等到上幼儿园的时候 我就是说才找了一份工作 小孩放假了休息啊 都是我带到公司 边上班边带小孩的 都不管不问呢 所以我就是因为这个事 后来才不怎么回家的 听明白了 就是历史的积怨是因为怀孕期间 你的公公婆婆不体贴你 再往后是因为需要公婆 帮忙带孩子 没帮忙带孩子 所以你心里是堵的 是有气 是这意思吧 是的 最近爆发出来 就是前几天 我妹不是来我家了吗 你妹去你家了 对 我妹 我们家离我很远是吧 就是几年来一次 然后她说她要回去带餐 然后我想着 这一次总会带一只鸡过来吧 然后结果呢 你们这就是一只鸡就在那儿干 就干什么 主要是 她说回家带餐 那你如果说是一般的菜 你回家带什么菜呀 是吧 我肯定想让我带一点 等于她回家去拿菜去了 带一点 就是说在寺里面不好买到的菜 是吧 就是说带点土鸡呀 土鸡蛋这样的 然后结果她回来两手空空的 我说你怎么没有带 她就说那是别人的 你就不要想 就是感觉我要捆老一样 这个不太应该吧 其实不是说别人 从一开始到现在 你叫过他们爸妈吗 你爸妈 我叫爸妈是因为 有一次我们两个吵架 他们看到了都不拉 所以你不叫公婆叫爸妈是吧 我一开始叫 我后来就不叫了 看来矛盾还挺 行 听明白了 一只老母鸡引发的血案 然后还有就是 我们家小孩都七岁了 爷爷奶奶都没有给小孩买过一件衣服 哪怕稍微给孩子 哪怕买个九块九的衣服 他有那个心意了 就是先生心里有气 妻子心里也有气 是这意思吧 你觉得这个自己的公婆对自己不好 先生是觉得自己的妻子 没有做好跟父母的这个工作 所以才导致成这样的 是吧 那你怎么不在中间润滑润滑 反正他这个人就没做好吗 对不对 你的人呢 问你是怎么做的呀 我是怎么做的 你回家吃老母鸡吗 说实话 他回家他妈会给他上鸡 但是我回家的时候都没有 好 第一回合咱们就过吧 你也承认不是好儿媳 但是是有原因的 是还是不是 是的 因为公婆对我不好 所以我也对他们不好 逻辑是对的 好 行 不是好妻子 不是好妻子就是说 他实在是太懒了 什么事都不做 说他手不能碰那个油腻的东西 你就不做算了 我做 然后呢 洗衣服也是 一堆全部放洗衣机里边 然后洗完了以后 也不知道量 然后等到我打开的时候 那都臭了 我上班我这忙呀 你上班我不上班吗 那有的时候我会忘记 也不是说经常那个样子 你忘了一次两次 那也就算了 好多次都是这样的 家务的话你不就做个饭吗 然后那拖地怎么 不也是我做的吗 你拖 你就偶尔拖一次 而且看得到的地方 好 你拖一拖 看不到的地方该怎么脏 还是怎么脏 最终不还是我拖吗 那还是我拖的作呀 你只会挑毛病 做个饭你也心不甘情不愿的 天天只在邻居说 你看人家排斥带得好 家务做得好 天天就是想让我给别人比 问题人家没有上班呀 我还在上班呀 你不上班 同样这些事情你也做不好 你看你娇气的 几个医护说 我手会起泡 然后会揍 做个饭 那油腻腻的 是不是 反正行 还说不是好妈妈 说说吧 就是月初吧 孩子领成绩单 全班的同学 四十多个人吧 四十几个人 我具体我也不清楚 那你这个爹当的对吧 行 接着说 然后大部分都有长状 就我们家小孩没有 我回来我肯定恼火 因为扶导孩子这个工作 基本上他就是在搞 在管孩子多大呀 七岁了 上一年年了 因为一直都是我在辅导 然后他也没管过 结果他领成绩单 发现成绩不怎么好 第一件事就是责怪我 都没有想过自己的问题 这个事件还不应该不吭 和他们悠惠 不得责怪他 六二五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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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你把最后奖构 从两年了 感谢观看